我国海巡新竹舰6月12号停号在美国弹香山港的位置 就在我左侧的9号码头 这里的人跟我们说海巡停号在这里超过一个星期 而新竹线上面的人跟这里的人互动都非常的良好 不过镜头往远处一带 可以看到就是美国海巡在夏威夷的基地 历经35天超过17000公里航程 新竹舰这个月2号才刚结束 中西太平洋公海渔业巡护任务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也登舰续面海巡同仁 甚至中途停靠在夏威夷 就被外界揣测台美海巡合作是否逐步落实 但才回到台北港的当天晚上 就发生澎湖渔船大进满88号 被中国海警强行登舰 是十几点巧合还是另有其他动机都没明说 但美国智库执行长分析 中共海警船这类灰色地带的行动 未来可能只增不减 但认为美国和其他区域伙伴也要帮助台湾 期盼有伙伴能帮忙 但我海巡也势必得有所动作 金门海巡三号加强巡逻警戒 澎湖县政府也发函提醒 列出中国大陆收渔旗 要渔船别道陆方海域作业 避免再度挑起双方海上冲突 TVBS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